这个寒冬咋过呀 两个月没下水了 喝茶 是啊 快接不开锅了 活人还能咬尿别吃 不行咱出去钓鱼屋就行吗 对呀 钓鱼下网了 这么大的风浪你受得了 咋的 龙砖这么大一片地 大碗的菜 那咱们就下网呗 下网啊 拍一个窝 下网是吧 你告诉我 大海妈妈你往哪里下 那咋子呢 是啊 那咋子呢 吃老本呗 地主家也没有鱼粮啊 哎呀吃老本 风哥你今年打了2000多斤鱼 我才打100多斤 我吃啥呀 放心 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在岛上我还不知道能干啥吗 来 先把早餐给吃了 都吃饱了吧 都出来了 走 枪带手 跟我走 快快快快 你俩拿枪干啥呀 你不是拿着枪跟你走吗 不是 走 跟我去海边把枪放下 啊 放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炭海阿峰 今天我们装起来海边 收我们这些移民刚刚上岸的活虾 因为这个亡捕虾它上岸是活的 然后我们要拉这个水过来赶着 等一下我们就直奔动库 放点冰 因为现在海鸡 中国人抓到哪里 不过来 不过来 这个人 别管我 你不去过来 拿来 大哥 这个烂腩打一窝 今天整个海边也是一件三年海 接地上,为了保证它活着 然后还得调进去暑假 现在市面上野生大虾和养殖大虾有点复杂 来看一下这个像不像养殖虾 现在拿到冰空去,速冻 距离天国的起码 也就是士养之编织 这也是我们中国产的压类中的浸泡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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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